我們看這題喔 他說cos23度等於k 求tangin337度怎麼算 首先你觀察一下一件事情 來 告訴我337度是不是特別巧 並不是 所以說注意聽 你再算337度是要怎麼算 要藉住這個23度來算 這樣可不可以 怎麼說 老師想請問一下337度可不畫類角 可以 畫類角的時候有兩種畫法 第一種畫法 337度可以寫360 減幾度23度 這樣行不行 當然你337度 也可以寫270度加上幾度 加上67度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好 那老師問你用哪一個 用上面下面 麻煩配合這個23度行不行 所以說上面這一組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 337度可以寫360 336減23度 360度什麼拍 整數拍 tangin 還是tangin幾度 23度 回答我第向線 第4向線 312 cos14 tangin13 tangin在13向線是正號 所以第4向線 tangin什麼號 5號 什麼行 起到這邊 起到這邊之後麻煩你 再把tangin23度算出來怎麼算 麻煩你一件事情喔 你另外拉出來 你觀察一下 一件事情 考在23度 自己 k 在三角元素當中我們習慣上把它寫成分數好不好 什麼叫k k老師可以把硬式把它寫成1分之k行不行 所以說這次我可以畫出一個23指角上 你去幻想一下下 好不好 OK 從行面開始 平面叫 sin 直直的叫 cos 所以cos23度k 4k 這樣行不行 如果這邊怎麼算 麻煩用什麼 必施定你 把平方 減掉平方 開根號 根號 1減掉 k平方 是叫了 喂 可以要把平方減平方開根號嗎 所以根號 1減 k平方 從行面開始 題目說誰 題目在問誰 tangin 從行面開始平面的 sin 直直的cos 從cos 勾三是誰 tangin 對tangin 223度是幾 k分之根號 1減掉 k平方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把這邊看一下 OK